这个傲娇怪到底有多可爱 表面冷酷爱耍帅 内心却害羞成可可爱爱 作为前辈的玉子柴 让千代有不懂的可以来问他 虽然千代表面答应 但是基本没什么好问的 然而玉子柴却时不时地在旁边观察着千代 一脸渴望着千代过来问他问题 也齐也终于发现了这一情况 看着无所事事的玉子柴 满脸写着快来问我 也齐终于忍不住了 请求千代去找玉子柴问点问 あの 美古柴君 ここの強烈なんだけど 这时也齐发现饮料没了 千代主动帮忙去买水 玉子柴要了杯咖啡 还不断提示着千代自己是前辈 直接就跟出门了 还小心翼翼地暴露了自己 三人在房间里看了记忆涂鸦的节目 然后他们三个人也一块玩记忆涂鸦 然而玉子柴似乎并不擅长画画 画出的都是小学水平 也齐的宠妻属性逐渐暴露 解释说玉子柴的强项在于另一个方面 接下来也齐先画了个人 然后让千代涂黑 最后就是玉子柴来加特效 大家都被这个自带特效的男人给震惊到 玉子柴平常非常受女生欢迎 千代都忍不住想问他有没有女朋友 玉子柴却总是耍帅地说了一些骚话 然后对着千代就是来一个手势 两人就一块化身成蒸汽机 千代也叫他的昵称小玉 也齐说自己能和玉子柴交朋友完全就是为了观察他 把他写进漫画角色里 所以也齐漫画里的女主角原型都是玉子柴 现在也齐想要新角色的原型 于是千代介绍他的好朋友杰月 特点就是整天都被人追 杰月还是篮球队的主力 也齐对篮球很有兴趣 于是就去围观杰月的比赛 杰月光是跳球都很有威慑 每次队友都叫他传球师 没多久他就被六范驱逐出场了 这天也齐和杰月被老师叫去搬作业 杰月突然开始自顾自说起来 说自己很善解人意 经常有人找他帮忙 杰月又说太无聊 想边玩游戏边搬作业本 被发现的杰月把作业本都交给了也齐 忽然就掩起了热血翻 绝对迎来 好 好 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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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崎君何してるの 能耳图随着